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来看一下这个行政院前发言人丁一鸣 讲说这冠军牛肉面里面含有这个莱克多巴胺 事情闹了蛮大的 从食安问题变成食人族的问题 丁一鸣被修理了一大糊涂 最近你敢去吃牛肉面吗 看一下相关新闻 有错就要认有过就要改 不必再讲有的没有的写有的没有的 内心的自行 才是改正才能进步 回到现场阿妙 你怎么看这个前发言人的 这个所谓冠军牛肉面含有所谓莱克多巴胺的成分 结果搞半天他检查结果是没有了 你认为这是一个单纯的一个所谓发言口误的问题 还是在新闻报道上或是指控上 没有做到事实查证问题 还是您观察还有其他的一些结构性 或是隐藏性问题 有待我们真正的有意义的去发掘他 而不是前面骂那个丁一鸣骂党骂塞 实际上有些骂了我觉得有点过分了 食安变成食人组 公开在解剖台解剖丁一鸣 吃他这个肉吃他那个肉 我觉得也很残忍没有必要听人意见 其实我觉得这里有一个比较大的格局问题是说 莱猪这个问题 执政党他现在有一点太过聚焦在跟国民党做意气用事的政治 意气用事 实际说双方都有点没有成熟 应该也不是说不成熟 而是说今天这个行政院在做这个工坊的时候 他只是一天到晚在想说我要怎么跟国民党来做工坊 那当然因为国民党他已经杯葛十次苏贞昌去报告 在那边杯葛的时候 当然也许行政院会觉得说 现在最大的问题是要解决国民党 那确实国民党他的论述上面也是有一些问题存在 因为他从来没有去解释说 既然你说莱猪是有毒 那你为什么八年前要开放全国人民吃毒莱牛呢 对不对 那所以其实丁一鸣他讲这个路线说 他其实是要告诉大家一件事说 这个美牛已经大家吃八年了 这件事情是事实 但问题是他一心一意现在要做那个政治工坊的时候 他讲话就完全歪掉了 假设今天我是行政院发言人 那我要好好的讲 我大可以讲说 其实2012年马政府进口莱牛到现在 台湾当然有很多人不吃牛 但是也有很多人吃牛 而且有人专吃牛 这些吃牛的人当中吃了这么多美牛 我们已经累积这么多消费量 从来没有出现任何的食安问题 所以已经证实了莱牛不是毒牛 那过去如果说 如果可以再加上说 过去民进党在杯葛的时候 造成莱克多巴胺妖魔化这一点 愿意跟大家道歉 当然就更好 那你当然这时候你才会为你的莱猪辩护 可是你要去讲到说 你要挑个特定的店 说他是用莱牛 我觉得这犯了两个层次出 第一个最明显的层次说 你要说人家用美牛这OK 因为他包装上就有写他用美牛 可是美牛一定等于里面含来吗 你如果没去查证 你就这样讲的话 到最后火烧回到你自身上 下场就是这样子 第二个层次是 其实他没有去思考到一件事 在台湾除了国民党的支持者 国民党支持者一定烦你 不管你做什么他都把你烦到底 但是除了国民党支持者 跟民进党支持者以外 还有五成的民众是没有特定政党认同 我们现在随便去做民调 有五成的民众都是 我不特定认同哪个党的 那这五成的民众当中 有没有人确实是 自发性的觉得 他对莱克多巴胺就是有疑虑 有啊 真的是有啊 因为你过去八年前 你做那个抗争的时候 民进党给大家留下一个 莱克多巴胺就是毒的印象 所以这些有半数民众觉得说 我有疑虑的时候 你政府当然是要针对的 这个民众的疑虑去解释 而不是一天大晚想着 你要跟国民党 跟国民党的那一只猪 做政治的攻防 那你要对这些民众做解释 说有一点我觉得是很重要的 你不要去树立敌人 现在台湾有这么多做小生意的人 他最忌讳最讨厌的就是说 我一切都合法还是被政府找查 那你今天行政院发言人 你去点名一家特定的店 你是不是以政府的力量 在对一家店找查 那他后来又拿出证明 证明他一切合法的时候 那当然这个苦果 你政府自己必须吞 而且应该第一时间就吞 不要说到五世三爱 还像说我再去买一百份 然后买一百份的时候 哇你又犯了一个错 第二个错 对不对 那不小心误答统编之后 最后你又要再 连下台都还可以再搞出一个说 到底是爸爸传简讯 还是二次传简讯的这个 类似半罗生们 你要知道 他抱怨说他自己被政治锁定 他被在野党锁定 那既然自己都知道 自己被锁定了 当然就是要低调 那你一直去捕这个 开灰的时候 那民众真正想问了一点说 莱克多巴胺到底有没有毒啊 是不是毒性的啊 莱猪是不是毒株啊 可不可以吃 这个问题请问现在是谁来解释 我必须坦白讲 自从莱猪这个问题出来之后 我自己个人 就是为了要建立 这个我的整个论述 跟民众交代我的想法 我至少自费做了四五个影片放在网路上 然后我要观察下面的留言 你会发现什么 你会发现很多民众 连最基本的事实都不知道 比如说很多民众不知道 台湾早就有来牛 比如说很多民众都不知道 台湾是WTO的成员国 真的啊 真的 我就说这是WTO非关税贸易壁垒的问题 我们要把贸易障碍取消 人家下面留言说 台湾又不是WTO成员国 干嘛去管它 我就很惊讶 对不对 然后呢 很多民众还不知道什么 很多民众还不知道 马英九当时那三管五卡叫什么东西 真的是这样子 真的是这样 然后呢 也不知道说到底是 为什么欧盟可以禁止 进口来牛莱猪的背后 其实欧盟付出了其他的代价 那很多民众也不知道 其实因为泰国拒绝进口莱猪 已经遭到美国的贸易制裁 那你说这些背景 难道是说要靠义勇军 一直去说明吗 没有 真的该说明的人叫行政院 但是苏贞昌因为呢 他不能到立法院去报告 然后呢 在野党杯葛他十次 他就经常给他打水果 苏院长的口才真的很好 可是呢行政院你又没有针对 在野党每天一天抛 一天抛 次处点火的时候 你有没有认真到处去灭火 灭火的意思不是说叫人家封口不要讲 而是你要提出你的论述 现在人民就是在问说 莱克多班吃了会不会有事 那你今天美牛进口八年了 有没有人吃到有事 没有嘛 对不对 那你说国人吃猪不吃牛啊等等的 但实际上我们台湾有国卫院 我们有卫福部 我们有这么多博士级的专家 能不能够针对吃牛的人 提出一份研究报告说 你看这八年来 然后他每年吃了多少牛 吃牛的数量 不会低于吃猪的数量 这一群人 拿出研究嘛 告诉大家说 其实这东西是一个选择权的问题 就跟所有的农药 所有的动物用药一样 台湾现在目前制造 数十种可以合法使用的动物用药 那这些动物用药 其实原理都是一样 就是在安全容许值里面 是OK没有问题 就像盐巴好了 盐巴就如果我一天吃个五斤 我身体会出状况啊 可是如果说你在一个一定量以下 那是OK 那这个东西有没有提出来 没有提出来的时候 在野党在那边闹 然后你一天到晚去解决在野党的问题 但是你不解决民众心里面 对于死安的问题的时候 你的政治问题就会非常的大 OK 阿苗真的点是个非常关键的问题 我对于丁一鸣前发言人的做法 我们常讲有个很严重的错误说 当我们毒在一起 他的理论当我们毒在一起 你也美国牛有毒 我的美猪有毒 难道要老百姓去评鉴说 哪一个比较毒吗 所以当我们毒在一起 这概念绝对行不通 要回到阿苗这个论述 你要解决的不是反对的国民党 是老百姓心中的那个疑虑 以及背后我们的give and take的策略是什么 很多人质疑我 你这个骑墙派 马英九开放美牛你赞成 现在民进党开放美猪你也赞成 我跟你讲我就是赞成 我以后会继续赞成 我为什么要赞成 我要FTA很重要 我们是一个出口导向 一个没有天然资源的国家 当我们跟特定的区域 特定的国家有FTA的时候 我们国家的经贸 以及经贸背后 我们整个国家的能源 我们的人力资源的整体的带动 再分配再投资 可以想象 可以期待 可以实践 我不是个盲目背书的人 我也讲说 基于消费者主权至上主义 在资讯透明对称 可信的基础之上 尊重个别消费者的选择 所以末端管理我们要做 所以我也呼吁 但是也有几个不错 像巧新也同意 进口可以 但是末端我要跟你好好谈 但如果这个是国民党的意见 民进党难道不能有相对的意见 好好把两边聚焦在这个什么 末端管理上面 要吃的我尊重 我就是喜欢美猪的 那个特定的风骚味 请吃我没问题 你如果没我尊重 怎么让你吃不定 不能吗 你问我 我会继续挺下去 你的健康我不放弃 但是国家发展 我也有所坚持 我要FTA 我要FTA 有人说你真厉害 开放美猪美牛 FTA就会有 当然不可能 那还要漫长的讨论 但是不开放 我跟你保证 绝对没有 我看中国时报 天天骂说 RCEP 台湾被孤立 你真厉害 怎样我上个路 来跟美国人 来跟欧盟签一个FTA 而且美国的FTA签了 对欧盟国家 日本 韩国 对我非常积极的带动作用 因为这个门是重中之重的门 你一旦打开 别人跟着也会开 请大家多删释 我那句话讲的都长简了 在食安跟国安之间 台湾人最伟大的集体理性 我们要找到 我们共同的那份平安保险了 好